我爸就在这儿就是 哎呀妈呀疼啊 都知道疼 能说话呢 给刘家人报信的人是唐师傅 就是跟刘大爷约好的那个养殖户 而刘大爷出事的地方 恰恰就在唐师傅家的大门外 出来的 我给狗关上的 唐师傅说 因为跟刘大爷约好了来家里 所以快到点的时候 他就一直留意着门外的动静 听到了狗叫后 唐师傅很快就迎了出去 唐师傅说 他跟刘大爷也有十来年的交情了 当时他一出大门 虽然没看到刘大爷 但是倒在地上的电动车 他可太熟悉了 车倒这儿了 人呢 我这家听到这家的声音声 我都出来了 出来了快 躺着就那块 到那块 哎呀 哎呀妈呀 哎呀 哎呀 就是南北下躺着 脸扣在炒瓶上了 脸上不下 还是躺在这个公路上了 对对对 躺在公路上了 出点血不多 磕破的地方 嘴里有血不多 你当时知道发生啥了吗 当时知道肯定是车窗进来 因为那是听到那声呢 然后那是也没留步 也没看着那车子 唐师傅这么一分析 那个撞击的声音 很可能是刘大爷被撞倒后发出的 不过肇事的另一方没影了